烈塔尾的农业部长来了 6月22号昨天到 来干嘛呢 来做生意嘛 卖东西嘛 想卖我们什么东西呢 牛肉 猪肉 乳制品 蛋制品 进口台湾 还有fish 鱼 我们自己都卖不出去 你怎么跟我一样 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 直觉的吸反社就说 那你买点我们石斑好不好 对不对 我们自己都想卖你了 你要卖我们鱼 那都是民主价值 我们喝了你们多少 民主兰姆酒 拜托一下 这次民主石斑 可不可以带个 三五百公顿回去 至少 五百太少了吧 全年都五百了 差起码一个一千顿 对你看 敬平就是不一样 比较大棋 然后我们的蔡总统 立刻在脸书上 分享这个国际美食展 国际食品展 然后其中有立陶宛的摊位 他推销立陶宛做的糕点 看起来真的很可口 然后就讲到来重点来了 台湾的石斑鱼 被暂停输入中国 但日本业者说 透过吃民主的鱼 来声援台湾 总统认证 石斑现在是民主的鱼 所以以后不要叫他石斑了 就叫他民主的鱼 要不然还有人说加塔律斑 也可以 跟台湾共享民主价值的 国际伙伴站出来 支持台湾的渔民 所以就买 对不对 要不然你怎么支持 网友说什么 民主的鱼 你跟鱼聊过了是吗 小编不是吃法国菜吗 以前大陆买的时候 是不民主石斑吗 还有依依真的完全活在平行时空里 吃吃喝喝跟选举最重要了 这题我还是要丢给介大使 介大使在外交方面 是他的强项 当时记不记得说立陶宛 一样被中国大陆打压 欺负等等 我们都去支持乌克兰 我们是同一边同一国的 都是支持民主价值 所以当时他有一批 莱姆酒被退货 就是那批莱姆酒有没有 我们台湾就怎样 一下子莱姆酒热 各式各样的莱姆酒的一些食谱 等等 本来不太喝莱姆酒 也不太懂莱姆酒的台湾人 突然之间就是莱姆酒 什么都是莱姆酒 喝了这么多的莱姆酒 现在叫他买点我们的民主石斑 这样应该不过分吧 一点都不过分 可是蔡英文不敢开口 你知道人家立陶宛 这次农业部长 政务部次长 他前两个礼拜还来了一团 最近络绎不绝 为什么为了钱而来 你知道为了跟立陶宛发展关系 我们创了一个记录 我们跟他关系真的是创记录 没有邦交 不是相互外交承认 只是设一个代表处 你知道我们台湾一共花了多少钱 公开的报上写的12亿美金 承诺要到立陶宛投资 还要协助要12亿美金 而最近还有一个大问题 就是他12亿中间有两亿 外交部把他委托了一个公司 这公司叫台山公司 由台山公司来管理这个 请问他为什么要交给台山公司 去管理那两亿美金 那是我们人民的钱 你外交部为什么不出来管这笔钱 为什么经济部的 你这个国际贸易局不出来处理这个 为什么要交给委托 外交部从来不干这种事 怎么会把这两亿美金 交给一个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本来就有问题的 他也不受立法院监督 里面的用人 所有这些营业 都不受人民的监督的一个公司 你凭什么要把两亿美金交给他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去立陶宛设了处 立陶宛有没有来台湾设处 到现在没有 然后来了每一个都要我们什么 乳制品 鱼 还有弹制品要台湾买 因为你承诺他12亿美金 他现在就要怎么样 要把那12美金要落袋为安 所以立陶宛是我们创一个记录 不是建交 而只是设一个代表处 花成本12亿美金 这种政府怎么对得起 怎么对得起台湾人民 你换来什么 而且我们当时纪大使最懂 纪大使是个外交强项 这个东西它是有后遗症的 因为立陶宛说实在 当然这个国家很漂亮没有错 但它并不是很大的一个国家 你对立陶宛都这样 旁边一大堆 后来我们不是有很多后遗症吗 旁边一大堆国家 都会过来比较要求 有邦交国家说 没有邦交都12亿 我这邦交要24亿 你拿得出来吗 所以我觉得就是荒谬 真的 这个没有受到 完全没有办法监督的一个政府 就会这样子胡作非为 然后一天到晚就要发明这个名词 这个民主的鱼是日本人讲的 好 两顿 去年买了两顿 看你今年能吃到20顿 而且我还必须要讲 我觉得这个民主的鱼 说实话 我当初刚刚看到这个十斑民夫 十百民夫的讯息的时候 我还误以为说是日本政府 或是日本某一个公务单位讲 他不是吗 那很可能是台商 他是某一家水产业者 就是过去的李登辉之友 其实就是一个卖水产的老板 他的个人讲的话 然后十百民夫写了一篇文章 就拿这个文章来带这个风向 所以你看你会误以为说 民主的鱼是日本的 日本人现在常用的语会 或是共同的一个价值 共同的想法或是日本官方 但其实不是 他就是某一位日本的水产业者 但是我们身为总统 以总统的高度 来附和这个讲法 大家就觉得似乎 是不是把自己给做小了 而且民主的鱼 讲到实际上大家是有点气 因为之前不是有什么 民主凤梨吗 我们的国军吃很多 民主世家吃很多 这次国军多想吃民主的鱼 怎么可能对不对 当然民主白带鱼也许有点可能 不要到处人家动物 那个鱼类学家说 这个死班是很不民主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玩这种文字游戏 玩到走火入魔了 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现在实班业者 今年那个6000多益的大陆市场 你要怎么办 天天在那边讲什么民主鱼 自由鱼 还有什么 民主自由 还有什么透明的鱼 反正你就去取名字 我们老百姓扎扎实实就说 我这个鱼已经到成鱼要卖了 但是你看 你帮我找市场卖掉好不好 我们当初不是去买 那个民主莱姆酒 后来因为现在大家资讯很流通 上网Google一下都查得到 后来发现还当盘子 我们还买贵了 贵了很多 而且这个民主莱姆酒 根本不是立陶宛真正制造的 对不对 也不是 所以这个东西就跟大家的想像 是有点落差 然后你看到中间还有个插曲 大家可能不知道 在上个月立陶宛的媒体 抖大的标题吐槽我们台湾 台湾不开放立陶宛的食品 宣传的百万元还看不到 是否期望太高 描述当地的谷物商 想要出口遭到台厂拒绝 肉品加工业还在等出口 质疑我们台湾的诚意在哪里 所以介大使你讲的那12亿 他们根本不看在眼里 对 这事实上的话 人家是跟你算账算得清清楚楚的 我们这样子 我们就是花了自己钱 但我要问凭什么呢 凭什么呢 我们花了自己钱做大内宣而已 回过头来有什么帮助 对我们外交有什么帮助 一点帮助都没有 还破坏行情 那些友邦都在那边愤愤不平 立陶宛算什么 给他12亿 我今天还给你外交承认 今天在WHO帮你发言 你给我多少钱 破坏把我们自己的整个外交的大局 这个行情完全打破 然后立陶宛到现在 也不来设一个出 还要说你这个不满 这个不满 那个不满 所以我是觉得真的至早的 在外面被人家修理 回过头来还过来 自己还要再欺骗 外交完全变成大内宣了 那外交要干什么 外交部改成台湾宣传部算了 根本都没有一点实意 有什么帮助 没有帮助 那就会花钱 以前什么时候花过12亿 去搞一个设一个代表处 有些国家来找我们设代表处 我们还评估有没有必要的 一毛钱都不要花 这花了12亿美金搞成这样 完全超出外交行情 这可能也会让其他国家笑我们 也会出现很多后遗症 包括我们现在锦层的那些邦交国 可能心里都很不开心 你买物化器会送你水神 那么家里面8平以上的 5到6平的或是小平数 都有不同的选择 它的物化时间 大概从4个小时到8个小时不等 怎么买 快点购 QR Code 扫一下 记得帮我输入CTI 285 这是我们辣碗报的团队代码